台南和屏东接连发生死亡车祸 在芳辽乡占被跑到一辆轿车追撞小货车 后车抖上女雪果公当场飞出车外伤重不治 另外柳营区则是骑士疑似逆向 跟轿车发生对撞意外 骑士伤重送医不治 救护车十万火急抵达现场 轿车停在旁边骑士倒在地上 救护人员赶紧下车马上急救 同时将擦台上单架火速送往医院 而一旁机车正冒着白烟整台都在燃烧 消防队员立刻涉水灌救 当时一对夫妻开车返向回家 经过台南柳营区 骑士疑似逆向竟然和他们对撞 撞击力道强大 骑士喷飞 机车瞬间起火 屏东方辽战备跑道同样发生死亡车祸 车祸现场一片狼藉 车辆撞到几乎变形 当时小货车驾驶载着五名水果公 上工途中在战备跑道 停等红灯时被交车追撞 这一撞驾驶和乘客酿成一死四伤 当时潘信女水果公就坐在小货车后车斗 车祸当下整个人飞出车外才会伤重不治 小货车驾驶后车斗违规载客 依罚可罚最高一万八千元 开车上路除了注意路况也别违规 否则发生车祸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台南屏东综合报导